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条今天的新闻 美国有个叫维尔科的一个自协公司的老总 那么在今天被电邦法院判处了41个月的监禁 那判处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他把中国制造的商标换成了美国制造的商标 这个维尔科公司是美国一家自靴子的公司 专门为美国军队提供军学 那么它是成立于1941年 是一家著名的公司 那么就是说每年它生产的军学 需要从中国进口鞋垫和鞋面 那么联邦调查部门发现 本来中国提供的鞋面上写的是中国制造 就有中国制造的标签 那么这个维尔科公司把从中国进口的鞋面和鞋垫 进到美国以后 在美国的工厂换成了美国制造 这当然了 这是属于假冒伪劣了 不是假冒产品吗 这个是要受到联邦政府的处罚 其实这家公司不光是老总 被判了41个月 那么其他的五名高管也都失案 那这个例子说明什么 说明你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就中美贸易 就中美贸易 中美之间的贸易对美国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想想 这个如果这个维尔科公司 它所生产的军学 能够在美国国内找到鞋垫 和鞋面的这样的供货商 它没有必要到中国找 那也更没有必要把中国制造 这样一个商标换成美国制造 所以其实这个中美贸易之间 这个互补性或者相互的需求 是非常实际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美贸易战 这个结果呢 两国的企业可能都会造成一定伤害 那么在这个本周二呢 这个美国贸易办公室 这个发出了通知 宣布这个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从这个8月23号起开始征税 大概是25% 那么这个也就是在500亿美元 当中的最后一部分 另外340亿美元呢 这个已经执行了 那中国方面呢毫不失落 在这个本周三呢做出了反击 也是宣布对美国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 这个实施征税 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当然了这个中国宣布这个反制措施以后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上的反应 但是一般认为呢 那么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不是已经提出要对这个先前的500亿中国产品 在中国商品以外 还要对2000亿的中国商品进行征税 那么人说呢 这个从10%调到25% 可能要在这个9月初开始实施 那么中国针对的测试呢 是要对美国整体上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的实施征税 那么很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谈到美中贸易摩擦的时候 都会看到都会说或者都会想也会看到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 或者这个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呢 仍然在中方 也就是中国呢没有遵守公平贸易的这样一种这个约定 好像是这个中国呢很不公平 那么呢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分析这个美国这个挑起也好 发动也好 贸易战的实质是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中国的崛起呢 是一种这个担心 或者说呢 美国不允许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超过它 威胁它 实际上这是一种本质上的东西 那另外两个话题呢 都和我们华尔华侨有关 一个是这个台湾地区顶绕人蔡英文 访问南美 那么在12号要过境洛杉矶 那么洛杉矶的华尔华侨呢 已经准备在这个12日 在这个蔡英文 在当趟中心下榻的酒店 那么附近呢 要举行这个思维 抗议思维活动 那么为什么要抗议蔡英文过境 这个呢 从两岸关系角度来讲呢 这个就是说呢 自从这个蔡英文上台以来 两岸关系可以讲急剧倒退 这种倒退呢 不光是两岸政治关系 两岸的经济关系 商贸关系 以及人员的往来都倒退 那这种倒退呢 不仅让这个大陆地区的民众呢 看到了台湾的威胁 更主要的是在台湾岛内 由于蔡英文 这对他们的这不作为吧 导致这个台湾这个经济的下降 这个民生呢 可以讲这个老百姓 可以讲冤生载道 从民调来讲 那么台湾的年轻人 这个对大陆的发展呢 可以讲越来越感兴趣 那对于台独呢 也是越来越这个 可以讲这么厌恶 就是说不一定支持统一 但是不希望台独 因为台独造成这样一种现状 影响了经济 影响了就业 这是老百姓 谁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呢 这个8月12号 就是这个周日了 这个要可能是 包括来自两岸 三地的华人华侨 都要去抗议思维 从中美关系角度来看呢 那中美之间 其实有三大 目前存在三大问题 一个是南海问题 一个是贸易战 另外就是这个台湾问题 实际上来讲 这个美国政府的 这个承认一中 这样一个原则呢 那么是出于 美国国家自身利益 但是呢 美国这个美台关系法中呢 虽然对台湾有这个 这种防御的义务 有这个防御的义务 但本质上来讲呢 还是希望台湾购买 这个美国的这个武器 来实现对台湾的防御 这一点呢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 历年是 每年都要反对 这个美国对台军售 但实际上对台湾而言 买的都是一些 什么二手武器 对吧 那实际上来讲呢 可以很明确地说 其实美国销售台湾武器 通过台湾关系法 就是要挣钱 那这些武器 真正能够这个解决 台湾的防务问题吗 其实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这些武器的水平水准 是个什么样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呢 蔡英文政府呢 这个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 在这个 现在不仅是隐性态度了 而且有显性态度 这样一个 这个状态出现 那么他们唯一 第一靠 他们的底在哪里呢 就是要靠美国 但是我刚才讲了 第一呢 美国还是有意中原则 第二呢 台湾关系法 就是要向台湾卖武器 所以呢 台湾政府 或者是台湾的台独势力呢 把政治前途 经济前途 这个挂靠在美国身上 我觉得是很不可靠的 现实的问题呢 还是回归到 这个九二共识 这样呢 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民生呢 也是非常有好处 另外呢 就是这个 据媒体报道 这个特朗普 在这个七日晚上 一次这个 和这个企业家的 一次私人这个晚宴当中吧 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这个留学生 看起来呢 都像间谍 那这个很明显 很多人呢 都认为 他一直呢 是中国留学生 这其实如果是 这个消息是属实的 那么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 这个目前呢 这个美国大约有 这个国外的留学生 大概有一百多万 其中中国留学生 大约占 三分之一还多 大约有三十七八万 那给美 每年的给美国的经济贡献呢 有人统计 是一百二十亿美元 这应该是直接的 这个这个经济贡献 那三十七万 那个这样一个 留学生的群体 如果美人 每年直接的学费费用 是四万美元的话呢 那这个数量呢 就是一百二十亿美元 当然还有一些间接呢 还有一些其他消费 所以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是很大的 那么对于中国留学生 自己都很清楚 自己是怎么来到美国的 大家都是这个拼GRE 拼托福才来到美国 那也不排 就是说 当然来到美国以后的留学生 个别人 确实是为了财 为了钱 那么有这个窃取 这个美国商业机密也好 技术机密也好 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也有被判刑的 这毕竟是个案 如果把个案当成一个普遍现象 这个打击面就太大了 我想这个电视机前的 很多黄尔华侨 大部分有很多人 都是有留学生的经历 那么你们觉得 你们来 是当 到美国来 是当中国间谍来 肯定不是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 寻求一个很好的教育 所以这个特朗普 作为美国的总统 说出这样的话 应该是这个大师 水准 当然了 这个也和他在头脑当中 或者美国人 根深地物的观念 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威胁 那么中国来的学生 大概也就是间谍 所以 纽约的一个叫 美国华人联合会 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 谴责特朗普这个言行 那么也呼吁 各地的华人华侨 向当地的民意代表 写信反映情况 如果这个 当然了 这一句话 如果要成为一个政策的话 那这个对华人的打击面 对华人世界 世界的打击面 太大了 所以 我觉得华人 在这些问题上 不管你政治观点如何 你的理念如何 如果说 当一个政府 把一个国家 所有的留学生 都视为间谍的情况下 那这个国家的公民 和这个国籍的公民 那么受到的影响 这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所以 我觉得大家 还要对这些事 要进行关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